男人口口声声说自己在外面累死累活为了这个家 这我相信 但同时你也在外面风流快活忘了这个家 女生说婆婆在自己和弟媳之间一碗水没有端平 但是你却不想想你是否为自己的婆婆端过茶送过水 男人没有责任女人不懂感恩你们俩就是两个字 闲的 试想一下如果一个男人真的在外面拼死拼活累死累活为了这个家 他得多么思念自己的妻儿 除了扔两个钱之外 他得给自己的妻子分享自己在工作当中的苦闷和快乐 如果他跟妻子没有办法去分享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只有一个证明他在外面不是累死累活是风流快活 因为有些事不能说 如果你要是真的在外面思念着家里的事情和妻子每日通话 便会去宽慰自己妻子在家里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 他也就不会满腹牢骚 你没有做到一个丈夫的责任 如果一个女人懂得感恩 就不会去老盯着自己的婆婆是不是一碗水端平 而是每天去端茶送水 因为毕竟在最艰难的时候 是婆婆给自己带到了第一个孩子 你总是说我别的要求不多 我只渴望跟弟媳处在同一个位置上 那我想问你 你有两个孩子 你能拍的胸脯保证你在将来对两个孩子 能够完全平等地付出你的爱 没有一点点偏狭吗 不可能 你只看见了婆婆对他比对你在这段时间好 你是否有看到弟媳对婆婆 是不是比你对他要更好 你没有看到 所以我们只能做自己 看自己 当然 因为在这个时候 你的丈夫没有起到丈夫的责任 所以你才会觉得老天对我如此不公平 所以在这儿 我认为你们之间不管今天是好与不好 你们都应该在接下来开始 独立地带两个孩子 你带上一年 长进里面的酸甜苦辣 那个时候再去讨论 离或者是不离 就这样 谢谢老师